大家好,我是木子可可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除菊花朵的红披肩的勾置方法 上一期我们主要讲解了花朵部分的勾置 本期来讲一下这个围巾红色主体部分的勾置方法 我们这个给大家用小样来说明一下勾置的针法 我们这个起针是起了148针 总共编织18个花样 我们视频讲解给大家用小样进行勾置 告诉大家一下这个花样的勾置方法 首先用这个线左手持线 然后锁边起针 勾针向上绕线转一圈 勾针向上绕线转一圈 编织一个锁针 接着开始编织锁针 一 二 三 四 我们起针数是4的倍数 主体部分起148针 我们这个小样起了28针 然后倒回到第二个锁针位置 勾针穿过来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锁两针 下面控两个针目 在第三个针目这里穿过来 编织一个短针 然后锁三针 我们只在两端这里是空两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 中间的位置都是锁三针 然后空一二三 三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 三个锁针 空掉一二三 三个针目 在第四个针目这里 编织一个短针 暖 Então 凌 Mason ONG 听听 凌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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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到了这端 同样的锁两针 空掉两个字幕 在第三个字幕这里编织一个短针 这就是第二行 我们这个披肩是从中间开始编的 两边先编织第一部分 编好之后 我们再连接中间这个部分 编织另外一半边 下面开始编织第三行 锁四针 然后翻转这个纸片 在第二个镂空的位置 编织一个长针 锁一针 还在这个镂空的位置 再编织一个长针 再锁一针 再编织一个长针 这个花样 然后锁一针 这个花样都是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就是这样的针法 接着空掉一个三针的镂空的位置 到下一个镂空的位置 再编织一组这样的花样 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一个长针 接着 锁一针 空掉一个镂空到下一个位置 编织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再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中间的位置 都是这样构织的 就形成了这样的花样 最后 这个镂空位置 我们在第一个 短针位置 绕线 构织一个长针 这是第三行 接着编织第四行 锁一针 翻转这个织片 在最后 这个长针的针目上 编织一个短针 然后 锁两针 到这个花样 第一个锁针的位置 这里 编织一个短针 然后 锁三针 到这个位置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 再锁三针 中间都是锁三针 到第二个花样 第一个锁针位置 编织一个短针 然后 重复 锁三针 到这个位置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 还是锁三针 下一个花样 这个位置 编织一个短针 锁三针 到这里 到这里 再编织一个短针 最后 编上这个位置 是锁两针 在这一个 辫子针这里 空掉一个针目 在下一个针目这里 入针 编织一个短针 这是第四行的花样 接着 开始编织下一行 锁四针 翻转这个质片 这个编织方法和 第三行的编织规律是一样的 空掉第一个镂空处 在这个花 对应的这个镂空处 进行编织 编织的针法 和第三行是一样的 之后都是 一直这样重复 就是又是这个花样了 接着 空掉一个 镂空 在下一个 三个锁针位置 编织下一个花样 最后这个位置 还是在短针这里 编织一个长针 编完之后 锁一针 翻转这个织片 然后在长针针目上 编织短针 这一行就是重复 第四行的勾织 之后都是 按照 之后都是按照这个花形 第四行 第五行 这个花形 一直重复 往前面勾织就是了 一直勾到 这个第一片 一直勾到这个位置 勾到这个位置 基本上我们这个线 是两团线用完 只好是45厘米 就是这样一行一行的 重复的往前面勾织 到这个位置 是编织到65行结束 就是32个花样 然后再编织一行 锁针 然后断线结束 我们开始连接这个花片 这个花片的连接方法 先连接 这一行 第一行 连好之后 我们再补这个 小花片 这个小花片是边勾边连的 到时候我来下面跟你讲 这是主体部分的勾织 就像这个花片 然后再编织 然后再编织 再编织 再编织 感谢观看